总裁夫人向来冷若冰霜,成婚十余载,从未对我吐露过爱意。 七夕佳节,亦是公司上市之日,总裁夫人苦,等我一整夜,却未能等到我的身影,只因我已离去。 而前一晚恰,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顾婉青心中有一抹白月光,那人使鸡骗她说要自杀,只为让她陪伴。 我去揭穿谎言,却换来顾婉青的一记耳光。 心灰意冷的我,留下离婚协议,跨上当年为寻她而骑行千里的摩托车,踏上归途。 未曾料到,我离开后,顾婉青进驾车,连闯上百个红灯,只为追上我。 她呼喊着,陈沐峰,我知道错了,求你等等我。 公司周年庆那日,所有员工都满面欢喜,彼此道贺。 在办公室门口,我瞧见了我的妻子,公司创始人顾婉青, 她正对着苏泽温柔浅笑,伸出纤细修长的手指,轻轻帮苏泽斋除落在肩膀上的彩带。 二人看上去,宛如一对历经无数磨难的夫妻。 周围欢呼雀跃的员工们,不停地鼓掌,不知情者,还以为是在为一对新人祝福。 一位刚到的员工看到我后,面带笑意说道, 陈总,今天是公司,成立七周年,您和顾总白手起家。 我知道,您钟情于顾总,不妨趁今日向他表白。 我深吸一口气,缓缓摇头,吐出心中的烦闷。 那员工顺着我的目光,看到办公室内的两人,又瞧了瞧我的表情,面露尴尬,赶忙融入其他人的喧闹之中。 大学时期,我亲目顾婉青整整四年,连导师都觉得我们是天作之和,一直撮合我们。 大学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夜晚,顾婉青与我确定了关系。 之后,我们一同创业,同甘共苦。 我们曾在仅有几平方的昏暗地下室其身,也曾一起减废品,缓解生活压力。 即便如此,我仍把最好的都给他。 那时,我俩每日的生活费不足三十块,我只买几个馒头充饥,其余的钱都为他买盒饭。 我的头发长了,就对着镜子,用剪刀随意剪短。 而他头发长了,我哪怕连续吃一个月馒头,也要省钱带他去理发店修剪。 无论多么艰难,我们都携手走过。 公司发展走上正轨那天,我们结婚了,不过是隐婚,只领了结婚证。 因为当时资金都投入公司,实在没钱办婚礼。 我们约定等事业有成,再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弥补青春的遗憾。 所以,无人知晓,我们已结婚多年。 为了他和公司,婚后这么久,我们都没有孩子。 后来公司壮大了,可我们的爱情却变了味。 我这才明白,我与顾婉轻能共患难,却无法同富贵。 自从苏泽回国后,他就彻底改变了。 我这才发觉,他的温柔与美好,并非只属于我。 他会因苏泽的一条信息,半夜抛下发烧的我,只为给苏泽送药。 他会因苏泽伤心难过,放下所有工作,陪他游玩。 和我相处十年,他从未如此待我。 曾经公司步入正轨,压力减轻时,我提出和他一起旅游放松,却被他无情拒绝。 他还严肃地说,游玩什么时候都行,现在是事业关键期。 你有这时间,不如多开发几个专利,好让公司早日上市。 如今想来,不是游玩不可以,而是和我一起不可以。 他甚至为了苏泽,将我多次实验,验证的专利署,上苏泽的名字。 要知道,我为了不中断实验,曾三天三夜不眠不休,不吃不喝地待在实验室,险些造成不可挽回的损伤。 而顾婉青,仅仅因为苏泽说刚到公司担任副总,担心没分量,不服众。 这一切,都因为苏泽是顾婉青曾爱而不得的白月光。 当时整个团队刚研发完一个专利,在大家不眠不休开发的过程中,苏泽不小心洒落咖啡,导致公司系统崩溃。 顾婉青为了帮他,从我的团队,抽走几个骨干,只为给他善后。 最后,是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接管了濒临死机的系统,才使公司免遭损失。 而我,也因此累倒住院。 只是没想到,顾婉青从头到尾,都没有关心我一句。 而是立马安慰自责的苏泽,告诉他不是他的错。 我有个下属,心怀不忍,为我提了一句路总。 为了修复公司的系统,都住院了。 反而被顾婉青严肃则骂。 他一个顶级工程师,三天三夜不吃不喝,都能熬得住。 不就是多加了一回班就住院了? 装给谁看? 苏泽才刚刚进入公司。 要是因此有了阴影,以后还怎么参与管理? 不就是加了一回班? 还比不上苏泽的心理阴影? 我作为他十年同甘共苦的爱人。 竟然还比不上一个十年未见的白月光。 随后,他不管几乎休克的我,带着苏泽去看心理医生了。 当时我的整个状态,吃饭连筷子都拿不稳。 他要是怎么断定,我一点没事的。 最后,我倒下了。 我在病床上醒来。 顾婉青赶来,看着我虚弱的模样。 没有一句关心。 反而问我,是否处理好了苏泽导致的意外? 我冷笑一声。 一次当机罢了。 难道比我的命还重要吗? 结果顾婉青却暴跳如雷。 你没处理好? 那你有什么资格躺在这里? 下个月就要宣布苏泽在公司的任命了。 要是因为这个事情,让苏泽有污点。 苏泽还怎么担任开发部门主管? 你现在立刻起来,再去公司检查一遍。 否则我们的婚姻也到头了。 到头了,离婚。 这是苏泽回来的一年里。 他十次对我说这句话。 我看着他,不禁自嘲道地问了一句。 和我到头了。 正好和苏泽重新开始。 他一脚踢在了我的床位上。 陈沐峰我想要和苏泽发生什么的话, 早就发生了。 苏泽可是我发小。 我对他好点怎么了? 不要用你那种心思。 亵渎我和苏泽的友谊。 我认真看着暴墨的他笑了。 所以,走路怕他摔倒要牵手。 吃饭怕他弄脏嘴角,要替他擦。 怕他伤心睡不着。 就要在他床边陪着我。 刚说完故晚清脸色一黑。 他的眼神乱动。 明显有些慌张。 他连忙解释道。 牵手只是他脚扭了不方便。 擦嘴只是因为小时候他也对我这样。 他睡不着陪他。 是因为他本身就有轻度抑郁症。 连这点小事。 都要计较。 你真的连男人都算不上。 从这他一句话之后。 到现在整整一个月。 顾晚清都再没有和我说过话。 甚至连家都没回。 我站在门口。 看着顾晚清挽着苏泽的胳膊。 我自嘲地笑了笑。 曾经和顾晚清在一起的一幕幕。 都变成了笑话。 当年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曾说过。 当公司上市的那天。 他会在敲响上市终生的同时。 向所有人宣布。 我是他最坚强的港湾。 更是他的爱人。 如今公司已经上市。 已经到了无法言喻的高度。 一朝春去清一老。 花落人亡两不知。 我一直以来都是一厢情愿罢了。 我把储存这专利的优盘。 放在了大门口的桌子上后。 便转身离开了。 这份专利可以让公司上市后稳定发展。 这算是我送他的最后一份礼物吧。 也为这十年的爱情画个句号。 刚到家,一个下属给我打电话。 苏泽。 独自研发出了一个技术很高超的专利。 送给了顾晚清。 顾晚清欣喜无比。 放弃了公司的署名权。 让专利变成了苏泽个人专利。 整个公司创始人有三个。 我是专利研发的领头羊。 除了顾晚清外。 还有一个对外销售的林依依。 林依依知道我为了这个专利。 花费了什么代价? 熬了多少夜? 透支了多少身体? 她晚上见我没去公司的团建。 便来我家找我。 她知道这个消息后。 她按而起,这专业明明是你的。 那苏泽真不要脸。 说完, 她便要找去顾晚清为我讨个说话。 却被我拦住。 全公司就她一个人知道。 我跟顾晚清是夫妻。 我问到你觉得, 她相信我还是像。 信苏泽林一一咬着下唇。 没有说话。 我累了想回家了。 说完, 我便开始收拾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这才发现, 这个房子里属于我的东西。 不过就是一个就笔记本电脑, 和几套衣服。 我把顾晚清给我的, 买那不合脚的崭新鞋子, 以及把那没带了七年的戒指取了下来, 跟离婚协议一起放在了茶几上。 看着这些东西, 我深呼吸一口气, 和她在一起的这些年。 每一年的纪念日, 哪怕以前没钱的时候, 我也会精心准备每一份礼物。 而桌面上摆放着的东西, 就是她跟我在一起这么久以来。 对我的馈赠, 想起苏泽, 从她回来这一年里, 顾晚清给她送的东西, 我都记不清多少件了。 而她送我的那双鞋子, 还是她购物的时候买的。 太多商家送的, 她便给我挑了一双鞋子, 却被我当成了质宝, 一次都没舍得穿过。 虽然并不合脚, 而苏泽回来的第一天, 顾晚清便送给她一双上万的皮鞋。 我叹息一声, 摇了摇头, 果然白月光的杀伤力, 一般的感情挡不住。 不过今天开始, 这一切都和我没有关系了。 我背起装着我那笔记本电脑跟衣服, 背包因为东西少, 很轻, 这仿佛如是负重。 我给零一一交代了下, 记得帮我把离职办了, 股份转让, 输在我房间的床头柜上。 我留给你的, 毕竟你也算是我最好的异性朋友了。 说完, 我也不等还没反应过来的他回话, 直接大步走了出去。 虽然这些股份价值不菲, 但是, 我厌倦了。 每天的生活让我疲惫, 除了实验就是实验。 枯燥无味。 当时我就应该听我妈的。 在村里找个姑娘结婚了。 早点结婚生子, 其实也挺不错的。 至少身体, 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 我让公司从极机无名, 到行业顶尖。 多少次呕心沥血。 用专利让公司成功签约。 甚至在临走前, 还费尽心思, 研发了最后一个专利。 这一切算对得起当年他对我的选择。 老子不如苏泽。 他算个屁。 一个吃软饭的废物, 也能跟我比。 老子称的上一句, 世间最硬的那个男人。 走出这个房子的大门。 我感觉当年那股意气风发。 年少轻狂的感觉回来了。 我从包里拿出了当年, 骑着摩托车。 跨越千里, 来当上门女婿的那件皮衣。 有些旧了, 还有些掉皮。 但长短仍然合身。 但因为身材瘦了不少。 显得有些大。 当年为了顾婉青。 我只身来到这座城市。 因为双方家里都很穷。 他家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他父母身体不好。 他要照顾父母。 所以, 我选择上门。 我开着我爸的那辆摩托车。 骑了一天两夜。 开了一千多公里, 来到他家。 来的时候, 一无所有。 走的时候, 截然一身。 再见曾经的家。 再见顾婉青。 来到车库。 我掀开盖在摩托上的油布。 露出了车身。 这辆摩托车很老了。 但这些年, 我一直在保养。 所以, 性能也一直没下降。 看到摩托车。 我总算可以露出一个笑脸。 摸了摸车把手。 点着火我笑到老伙计。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这次, 还是一千多公里。 有没有信心? 我拧了一下油门。 老伙计发出一声气势足足的声浪。 仿佛在回应着我哥们一直在。 哈哈, 我开心地大笑起来。 好久没这。 妈笑过了。 我骑上老伙计。 人跟当年来的时候那样充满期待。 意气风发。 因为回家的路比来的路要好走得很多。 老伙计我们回家。 公司内。 顾婉清一身白色西装短裙套装。 站在整个聚会的中心地带。 如同一朵盛世白脸。 可远官不可泄完烟。 公司的员工很多。 但最闪耀的人依旧还是顾婉清。 苏泽站在顾婉清身边。 小声道婉清。 我真的很羡慕陈沐峰能娶到你。 顾婉清看着苏泽。 威药红唇。 微醺而言。 如果当年你没有出国。 现在现在。 我旁边的人也许就是你了。 敬酒的员工随着时间慢慢减少。 顾婉清在人群之中。 还是没找到他销售的身影。 直到所有人都回归了自己的位置。 不少人纷纷开口询问陈副总怎么还来。 顾婉清彻底皱起了眉头。 素泽说到婉清。 陈沐峰不会是忘记了。 今天是公司周年庆。 更是公司上市的日子吧。 顾婉清放下了酒杯。 语气有些埋怨的倒不过就是吵了一架。 我一个月没理他。 他竟然在这个时候让我难堪。 身为副总。 还以为这些小事白谱。 顾婉清生气了。 重重推了一下酒杯。 我再给他十分钟。 若是还没有出现。 我会让他后悔。 只是刚刚开口。 一声寒怒的声音。 就打断了他还没说完的话。 他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 但是。 你肯定要后悔了。 林一一从大门快步走来。 面若寒霜。 直接甩出了一个半开的行李箱。 陈沐峰已经走了。 这是他还你的东西。 还有和你的离婚协议书。 你说什么? 顾婉清不自觉碰掉了身边的酒杯。 他看着行列。 箱里面的一双皮鞋跟一枚戒指。 不可置信。 拿起了离婚协议书。 双手颤抖起来。 不不可能。 你在骗我。 林一一双手环抱在胸前。 带着厌恶开口。 你这么喜欢自欺欺人吗? 到底是不是假的? 你看不出来吗? 你不是惺惺念念在白月光身上吗? 现在陈沐峰彻底离开了。 以后,苏泽也不用各种针对陈沐峰哥了。 顾婉清冷眼盯着林一。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顾婉清怎么碰上苏泽? 就降至了林一。 一面带嘲弄目光审视着顾婉清和苏泽。 他把这十年来。 苏泽是怎么挑拨扮演受害者? 以及最新的专利是怎么来的? 在这周年庆上娓娓道来。 顾总你知道那次公司的危机。 陈沐峰哥险些休克。 你知道他是怎么支撑下来的吗? 他为了不影响公司运转。 自己叫了救护车。 结果下了楼。 眼睁睁看着你们坐上救护车离开。 你的眼里就只有惺惺念念的白月光。 陈沐峰哥这十年来对你如何? 整个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而你呢? 一边当着美洋洋。 一边和你身边的喜洋洋谈心说爱。 苏泽脸色一变。 林莲总你不能这样诋毁我。 我知道, 我出来乍到。 位置高了些。 可是你也不能这样诋毁我。 林依上前无视了苏泽。 他走进顾婉清面前。 表情冷冽。 这个行业内就这么大。 你若是真的肯花点心思, 找人验证一下。 就能知道那么宏大的专利。 到底是谁写的? 你竟然还让这个? 只会溜须拍马的人渣署名。 整个公司刹那间如同开水沸腾。 陈总平日里不言不语。 不管公司遇到什么。 危机都是陈总出手解决的。 要不是陈总。 公司早就被吞并了。 我之前以为陈总只是爱慕顾总。 没把话说明白。 原来他们早就结婚了。 还因为这个喜洋洋离了婚。 这个苏泽。 平日里看上去人畜无害的。 没想到竟然是个男绿茶。 仗着是顾总的白月光。 竟然做出这么恶心的事情。 整个周年庆瞬间变成了声讨现场。 人声鼎沸。 顾婉清颤抖身躯。 倒退两步。 你怎么可能? 那个专利怎么可能是他写的? 难道以前的一切也都是误会吗? 苏泽苏泽也不可能会这样。 零一一看着顾婉清。 彻底怒了。 把一边的香槟塔直接推翻。 顾婉清到了现在。 你还在执迷不悟。 十年整整十年。 但凡你能真正了解一下 沉默风歌。 他也不至于冒着千难万险而来。 截然一失而去。 那是爱了你十年的人。 从意气风发到兽谷凌寻。 若不是他。 这家公司。 早就已经成为那些强悍公司的垫脚石。 若不是他骑着一辆破摩托车。 跨越千里而来。 顾婉清现在的你。 还在一个连电脑都没几台的小乡镇里。 为生活挣扎。 零一一已经怒不可言。 顾婉清不愿也不肯相信。 捂住耳朵。 零一一上前拉扯。 要让顾婉清一字一句全部听完。 两个人的拉扯。 让一场周年庆彻底变成了闹剧。 最后。 警察的到来阻止了披头散发的两人。 零一一却不依不饶。 要真相还原。 否则就退出公司。 而顾婉清。 到了现在。 还在维护苏泽。 零一一调出整个公司的监控。 监控是事实。 没人能够辩解。 苏泽冷汗直冒。 拉住顾婉清的手臂。 婉清你相信我。 我绝对没有针对过苏泽。 顾婉清很想点头。 可却没有办法阻止。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谁也都没有办法阻止。 苏泽眼见顾婉清没有反应。 立马转身想要离开。 只是零一一有先见之名。 让保安嫁住了苏泽。 顾婉清表情交集。 可是却没有丝毫办法。 看到苏泽的举动。 他无法相信。 也没办法承认。 自己这十年来的所作所为。 精彩后续内容。 点击视频左下角链接观看全文。 声音频道。